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305集 小超看了一眼张凡 有些犹豫 张先生啊 我想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变成有钱人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这个 倒也不是没有 文言 小超的毛子猛的一亮 满脸都是兴奋 再次确认 您 您说的是真的 真的 不过呢 你不能高兴得太早 如果你把财富治钱 那么会有两种不好的事情发生 第一 你的身体会大不如前 第二 你中年之后将会穷困潦倒 甚至晚年的时候会比较凄凉 听到这话 小超的眉头紧皱 属于他的财富 提前到来是固然好的 但是 身体大不如前 还有中年晚年的凄凉 可以说都是他不愿意见到的 你现在虽然过得艰难一些 但你中年富足 晚年安康 尽享天伦之乐 这才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啊 听到张凡的话 小超短暂地思索了一会儿 嗯 张先生 您说得对 艰难就艰难些吧 年轻有体力 比上了岁数要好过得多啊 张凡看了一眼小超 微微点头 这时候 小超老婆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小超 小超回头看看他老婆 轻声问 怎么了 小超老婆谨慎地看了一眼张凡 而后 凑在小超的耳边 轻声说 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要不 你还是问问他 怎么改变咱们的现状吧 让咱们稍微富一点也成啊 小超看了他老婆一眼 脸上带着一丝为难 咱如果强行改变现在的状态 到了中年和老年 会被反噬的 不如还是按部就班地走吧 听到小超的话 小超老婆的嘴巴立刻撅了起来 满脸的不高兴 狠狠地瞥了一眼小超 见老婆生气了 小超有些慌了 他急忙地往老婆的身边凑了凑 别生气啊 为这么点小事不值啊 这又怎么是小事 这可关系到我的生活水平 怎么就不值得 我就让你问问能不能稍稍提升一下 咱们的生活质量你都不愿意问 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哼 小超老婆怒声地斥责 看到这样的情况 小超越发地慌了 犹豫了一会儿 他哄着他老婆说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我再问问张先生好了 小超老婆并没有因为小超的退让 而搭理他 小超自然继续哄着 大概十来分钟 小超老婆才给了小超一个好脸 这下子 小超把心放进肚子 转过头来 对张凡尴尬地说 张先生 让您见笑了 啊 这没什么 张先生 您也刚才听到我们两个人的话了 我不想晚年和中年被反噬 您有 能稍稍提高一些 我们生活水平的方法吗 我倒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增加你们的财富 但是增加的很少 并不能提高你们多少生活水平 而且这么一来 也很可能会缩减你中年时期的财富 对于你们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听到张凡的话 小超急忙转头望向他老婆 你看 张先生都这么说了 咱们 就别逆天而行了 听到小超的话 小超老婆狠狠摆他一眼 猛地站起身来 出了房间 小超冲张凡干笑了一声 也跟着出了房间 张凡看着两人背影 无奈地摇撩头 这个真是尊重老婆的楷模呀 这时候 张凡便听到客厅外面 传出了一个男声 老婆 咱们拿以后的幸福和财富 来置换现在的富足 这不值得呀 你是不是傻呀 咱们现在靠张凡改变咱们的经济状况 到了中年之后 再让你姑父帮咱们找一位更厉害的相补大师给咱们看看 咱们一样能过幸福的中年和晚年 你怎么就想不通呢 这怎么行 按张先生说的 我的命里面就有这些财富 如果年轻的时候花了 中年和老年就没了 就算是找更厉害的相补大师 也不可能逆天改命啊 你懂什么 只要想改 只要本事够大 那就能改 这样的苦日子 我跟你说过够了 你看着办吧 如果不改变现状 那咱们两个就拜拜吧 这是你姑家 这顿饭 我也没必要在这吃了 说着 小超老婆 便要朝着外面走 老婆 你别走啊 放开我 我不想跟你过了 你若再不放开我 我可就喊了 让你在你姑家颜面尽尸 你不要走 你不能离开我 我再去找张先生说说 这还不行吗 小超声音里面的祈求 越发的强烈 而且还带着 思思的委屈 那去吧 这是你唯一一个 能留住我的办法了 我再给你 今年一年的时间 如果张凡给你的指点 不能让你赚到钱 我也会离开你 从过年后 小超老婆便一直有着 要离开小超的心思 在他看来 他和小超过的日子很苦 他那几个不错的同学 都在市区里面买了房子 虽然没有变成阔态 但吃穿住行 都比他好得多了 在小超老婆看来 他跟谁过都无所谓 他只想过富足的生活 他之所以 给小超一年的时间 一方面 是因为他在照顾 他父母的情绪 他的父母 是那种很踏实的封建家庭 不希望子女离婚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两人的积蓄 足够他们富足的生活一年 对于他的品质 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好好好 你等我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小超连连地说着 他此刻 已经不去想别的东西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便是把老婆给留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欢迎订阅